剛進券商的第三年要繳第二年的所得稅 那時候繳了快兩百萬的所得稅 主任委員出缺問我要兼任 我以為是要借我的人頭 我說好 那給你用 結果要收那個掛下去才知道 那個事情好像蠻嚴重的 投資公司的志工 廟已經是全職的廟工了 從小就知道我外公有一間廟 小時候寒暑假都會回外公家 那所以還是會遇到神明在開壇辦事 問事的場合 小朋友看不懂 你不知道他其實在寫字 一直看到他一直拿個椅子 一直摔一直摔 然後大人在旁邊一直看到你在摔什麼 那就覺得這個好像很刺激 我小時候會跟我們現在的總幹事 一起拿那個轎子在桌上摔 模仿大人在摔那個 大學台大經濟 然後研究所我跑去政大念了金融所 當完兵之後二十四歲吧 二十四歲就進入金融業 那我當了四年的交易員 突然有個機會就去當這個部門主管 單日幫公司創造一億的獲利 剛進券商的第三年要繳第二年的所得稅 我那時候繳了快兩百萬的稅 我從金融業離開跟金融五東主委 其實中業有一年的overlap 我媽媽過世 然後家裡就問說 分靈出去的 那我們分靈出去的神尊就有六千尊 那廟宇可能破百間 每一年他們會回來進香 所以你要去他們那裡一次 那他們要回來你這裡一次 一年這樣就兩次 有時候行情一急 就是突然有大的變動 老闆都會緊張 那都會趕快call主管 盤中啊或者是收完盤 大家來討論一下 久而久之啊 又會發現說 這個安樂怎麼好像 常常很認真在拜訪客戶 就是每次要找他 安樂都去拜訪客戶 然後自己就覺得有點painsey 我就把公司給辭了 那所以我就比較有 更有自己的時間 可以來多了解公廟的事情 那後來這個重心慢慢慢慢移轉 其實我現在有點算全職的廟工 然後做這個金融投資 有點像是我的這種興趣 管理我覺得還蠻在行 缺少的就是行明書 就是這種該有的常識 那個就是我前半年最痛苦的地方 其實你會常講錯話 比方說你就是假掰 想要指揮人家幹嘛 然後結果不要說總幹事的 就是員工隨便都可以吐一句說 只會你不懂 公廟一年的行事曆都是固定 所以你只要run完一年之後 你大概就無敵了 而且就是現在的網路時代 網路時代有一個好處就是 你一遇到一個事情 你只要知道這個事情是什麼名字 你一定可以把它來龍去脈 弄得比現場這些賊會人要懂得多 久了人家就不敢拿這種來去戲弄你 那時候其實有點情緒 想說我媽媽過世 我那時候很介意說 哇這神明怎麼都不把我們老父補比 第一年結束 上廁所好像小便有點疼痛 疑似血尿這種情形 那再安排我做一些檢查這樣 結果報告出來惡心 因為那時候才接一年 正要累積信心的時候 就對信仰突然沒有一個信任 那時候走投無路 那狀況有點緊急 還是又回來問這個財神爺 一句寫 正心主診和原貴 他意思就是說到正心醫院找他的主任 這和你的原是你的貴人 我就回去看這個檢查報告 惡心腫瘤已經吃到肌肉層 整個器官給切除掉 不然活不下來 那時候心態也是覺得你是僵死之人 你要做一些延長自己生命的事情 讓他知道說我要去核心去 去把膀胱給切除 然後做忍造膀胱 希望我先再確認一次 那我就去台中中檢查 然後林先生 我們找不到壞東西這樣 可是這個事件對我之後的影響非常的大 如果財神爺現在要用我這個人 我這是一個終生子 他是不是有必要 大家在磨合的初期 把我調整成 對他可以深信不疑 能夠貫徹他的旨意到底的人 是真心的 今次前年的7月23 我們號召了大概百來間廟宇上開道 他們要十年內全面替代點香跟燒精的作為 比方說我們用線上拜拜來取代實地的拜拜 用雙手合掌取代燒香 以環保為名 告訴你說點香燒精太污染環境了 傳統現場太過度被針對 你都是抓小放大 像我們六星這幾個人人共每一根都 都比我們這個傳統廟宇 一年的這個量可能都要嚴重 從我們那個收到那份公園之後 其實我覺得有點擦槍走火 我不但回絕它 我還氣憤的在這個網路上 我只是就是 這算是有點幹屌 比較有點情緒性無聊的一個發作 結果沒想到也點燃了這個很多 因為其實很多廟宇 它都有相同的感覺 一點火好像一發不可收拾 很多人就來鼓噪說 你說你不要講一講 不去繞金 然後這個事情好像就突然 變得騎虎難下 我已經不敢刪文了 因為太多人看到這個文 所以我要回來問我們老闆 結果我記得我回來問 開的那個軟文 好像他連隊形都講好了 就是我們老闆早就 固好這個局 要等我去跳進這個坑了 小朋友去幼稚園 萬聖節 人班都被帶到街上去 Trickle Tree 他們都習慣過這些西式的捷信 可是對自己的文化傳統 其實是都好的文化傳統 不只是沒有重視 是完全沒有記憶 所以說我們希望說 用這些傳統元素裡面 可愛的有趣的精緻的部分 把它記錄到生活的各個層面 這裡就是我們武德宮的這個 香客大樓三學社 事實上這個建築本身 有三十多年的歷史 我接任之後一直想把這個地方 做一個翻新 接待人員用的這個工作做 看起來很有歐式的風格 那如果仔細去看 才會發現說 其實這桌子是神桌改 這個是神桌的四個桌角 我們把它取下來 讓它變得很時尚 跟現在結合 長官對我們也算蠻授權蠻尊重的 你只要我賺錢他就不會管你 這種無形的老闆蠻可怕的 就是你 你私底下講了什麼 閃過什麼念頭 他都知道 所以你是無所遁形 就是有點抱怨老闆 就是一直說我這麼賣力 然後也都 不管我的死活 也不是說幹掉 就是抱怨的比較大力 然後結果 老闆在下一次的降談 交代完其他事情之後 就突然就 有感而發說 就是 像你這樣情緒性的發言 我都有接收到 我能理解 然後 他淡淡的講這句話 我就嚇到 又快尿失禁了